还忙着当街盘侠的民进党突然慌了,喊着买包立陶宛的狼母酒,又有台企接手了立陶宛在海上漂流两个多月,没法过关的奶制品。 这时候立陶宛居然就认错了。 一、立陶宛之痛。 立陶宛政府的一波台湾议题操弄,与中国关系急速恶化,造成的后果是自家企业叫苦连天,居民生活也受到波及。 立陶宛民众强力不满,连相关部门的支持率也不断下降。 但求助美国谨得声援,求助欧盟结果无期。 互相推诿的政府领导层,更是爆发出府院之争。 1月4日立陶宛总统朗塞达在采访中承认,允许以台湾名义,还设助立陶宛代表出事的错误。 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相继出言反驳。 虽然这番认错不算很有诚意,但足以给台当局泼了盆冷水。 在几天后立陶宛引自内阁也发表了声明,希望立中关系正常化,表示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这次曾叫嚣就算支持台湾,也能活得好好的。 得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阿多梅纳斯再次发声,表示错误估计了惹怒中国的后果。 没想到可能造成如此大的经济损失。 在立陶宛原本的预计中,最大的风险评估,基于双边经济关系的上限。 双边进出口的金额不大,所以立陶宛方面惹怒中国影响并不大。 但万万没想到实际与想象居然差距如此之大。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主席在发现情况不妙时,就曾做出如果目前状况持续下去的推算。 立陶宛企业或因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,年损失可能高达30到51欧元。 雪上加霜,的是,在美国的怂恿下,立陶宛还同时得罪了中恶。 恶因必有恶果,是自己硬生生把自己推到了如此困境。 扛不住痛的立陶宛选择认错,全世界都知道了立陶宛认错。 让一直喊话呼挺的台当局感受了一波透心凉。 二,台当局撒币挽回。 为让立陶宛回心转意,台当局迅速开启了惯用的金钱外交模式。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? 一边表示要成立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, 一边宣布将为台湾与立陶宛企业的合作, 提供10亿美元融资基金。 台当局发展委员会主任龚明星给出了挽回筹码。 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。 10亿美元为企业提供低利贷款方案的融资基金。 以促进双方合作。 台方十分有针对性的把合作项目。 定义倒立,陶宛最感兴趣的半导体。 机关和生物技术领域投资上,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项目。 但再次暗示了常用闲百工具台积电。 全然忘记此前台积电被美国胁迫交出商业机密。 不做支持反诸作为内的无情操作。 这样的诱惑对于经济受困。 极代发展的立陶宛来说, 确实有极大吸引力。 然而台湾在市场规模上, 根本不能与中国大陆相比。 而那些所谓的投资, 也是原水就不了进火。 而且不管是未来长远的经贸市场, 还是建立完整半导体工厂的耗资。 如果只是靠台湾, 这对立陶宛来说, 都是在一次错误估计自己的力量。 要知道此前立陶宛冲锋陷阵, 得到了美国六亿的出口信贷协议。 对立陶宛能有多大帮助呢? 更何况是高价狂买美国军备, 民众生活水平下降, 占留子孙的台湾呢? 立陶宛想要挽回和中国的关系。 我外交部给出解题方法,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承认一中原则。 立陶宛的困境, 为那些干涉中国内政。 妄图违背一中原则的国家, 做了个很好的警示。 去年12月立陶宛声称, 中国制裁令要求那些跨国公司二选一, 要么与立陶宛企业切断联系, 要么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, 凡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, 所有零部件都不能是立陶宛的, 否则不允许进入中国。 虽说中立双方之间贸易规模不大, 但立陶宛有数百家公司, 未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跨国公司, 生产零部件、服装等。 中国制裁令对这些公司的冲击是最直接的。 立陶宛工业家联盟主席亚努利亚维秋斯说, 中立部分交易的中止, 已影响到近百家立陶宛企业。 立方锁定货物的交货时间也持续推迟, 最长已退后110多天。 与此同时欧盟市场也着急于立陶宛切割。 比如德国商会日前致信利政府, 称如果立方无法就对华局势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, 商会将考虑关闭在立国的工厂。 如今立陶宛生产的狼母酒奈芝品, 早已无缘中国大陆。 预计今年立陶宛将在对华贸易中损失约3亿欧元。 想求助台湾, 有台湾网友这样讥讽。 就算岛内买上两一瓶酒, 又能填多少窟窿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。 通货膨胀又席卷欧洲。 2021年底, 立陶宛通货膨胀率达11%, 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。 立陶宛的基本消费品价格已接近西欧水平, 但居民平均收入和最低工资标准远落后于西欧。 即便如此, 立政府仍决定, 向一批受立中关系影响的出口企业, 拨款600万欧元救急。 此局也遭到国内批评, 民众因政府不当的外交决定受到伤害, 政府却只顾用纳税人本就吃紧的钱包为企业买单。 除了经贸问题, 立政府自己点的火也烧毁了国内政坛。 反对党是会民主党主席布林凯维秋杰批评县政府的外交政策, 为从国家安全公民福祉着眼。 在他看来, 立方应寻求和平、安全与稳定。 保守派执意挑衅中国, 将是整个立陶宛付出代价。 他呼吁现任外长干脆辞聚德拉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写了篇稿子, 标题就叫立陶宛想牺牲外长李改善中立关系。 立陶宛农民与绿色联盟党主席卡尔鲍斯基斯, 直接点名外长和议会外委会主席, 说他俩就是两支外交政策老鹰。 投资者都在问我们的政府是否头脑正常。 因为现政府已经呼疯狂。 即使立政府内部,也因台湾问题产生了分歧。 立陶宛是办总统制议会民主国家。 总统为国家元首。 总理是政府首脑。 一般而言总统在外交上的影响力大过内政。 但现实中总理领导的那个政府权力也很大。 如果总统、总理闹内讧那就容易陷入扯皮。 此前立总统和总理已在疫情处置。 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诸多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。 而对设立台湾代表处。 两人更是各执一词。 总统当前的表态似乎更顺应民意。 而总理的背后有美国支持。 吵来吵去。 民众失去了耐心。 去年12月的最新民调显示。 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降到17.3%。 只有13%的立陶宛人实施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。 2020年立陶宛大选后。 中右以三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上台。 立陶宛对华政策随即转向激进。 与打着共同价值观旗号。 拉拢他国组建反华联盟的美国一派集合。 在部分中东欧转型国家中。 一些党派未赢得竞选。 时常临时组建竞选联盟或成立新党。 这些党派联盟执政后。 因为政治不够成熟稳定。 容易出现政策剧烈变动和频繁反转。 而一些政客未达到个人利益诉求。 迎合短时间的舆论走向。 对外政策就会出现投机性和两面性。 目前立陶宛在疫情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。 花肥过境丑闻和对华关系等问题上可谓四面楚歌。 在其国内政府背离竞选承诺。 支持率下滑得厉害。 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支持率。 却从之前的8%,周增至25%。 国际上立方抢求欧盟,世贸组织主持公道而不得。 反对美国的反华战车越绑越紧。 是一条道走到黑,还是继续在大国间搞平衡外交。 1月3日应主要执政党要求。 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作用者之一, 议会外委会主席帕维利奥尼斯辞职。 但要真想解决问题。 光找个替罪羊是远远不够的。 从从鞭尼斯辞职。 我们试不及吸取的良好说。 鞭尼斯辞职! 然后按下、按下少许证。 我们试不及起来。 要省洗凐没关系, 尤其不及に,